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雄妻雅特子 今天我要來介紹阿爾登法環 五輝白金之子 樂提娜 該怎麼拿 首先我們來到白金村這個赤福點 這個位置在胡茲列尼亞這塊區域 白金赤福點怎麼來呢 你可以從遠距倒 然後直接向地圖的左邊一直走來 然後你看一個上坡道 然後往前走就可以到這個白金村的伺服點 那現在呢我們先往上走 那這邊有個敵人齁 要清除清除一下 不然會影響對話 看到這個母之後呢 這母是偽裝的 是一個老人 那我們翻滾 然後等一下一直跟他交談就對了 我跟他交談 然後對話跳過 我們拿到聖書祕密服甲藥之後呢 然後我們來到 綿朗的破屋 那綿朗不知道要怎麼走呢 就從湖旁結晶東湖這邊走 那亞特子來示範走一次 然後這邊喔 蠻好走的齁 所以不用太當心 然後看到這邊有沒有石頭平台跳下去 然後再跳 然後這邊喔 再跳 損險沒關係的補水就好啦 然後又順著要路往前走 敵人都不用管啊 他一直走的對了 然後呢 這邊有個石頭平台跳下去 然後要往前走喔 一路衝喔 不用停 然後走出洞窟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那個提娜啦 然後再跟他交談 然後把福姐拿給他看 一直對話到有骨灰為止 然後前面就是 沒男朋友的伺服點啦 那我跟他交談 我對話跳過喔 省時間 然後繼續對話 然後如果提到蛋就會消失啦 就變成 滷灰 然後就獲得白心之子 勒提娜啦 好啦那今天這支影片先到這樣啦 大家掰掰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電玩熊 跟熊西亞特質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